进入到职场情商课 您有一位给上级 端茶倒水溜须拍马的同事 获得了晋升 你兢兢业业 却没获得认可 你该不该向公司投诉上级呢 首先以我的第一反应 在我没有思考的情况下 以我的性格我是不会去投诉的 我觉得他不管怎么样 他既然晋升了 他考验的不仅仅是他 端茶倒水虚溜拍马 其实我觉得是他 整个人的一个综合能力 思维挺积极的 第二 领导也不是傻子 他能够让他晋升 肯定不可能是一些 假大空的一些东西 是他整个人的综合实力的呈现 让他得意有这个位置 你看 真不错 这个选手真不错 第三点 任何事情其实 它是一个逗号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号 并不代表他现在晋升了 你从此以后就一直停止不前 如果你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你找到自己的方式 使不准未来假以时 你可以超过他 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 一百分 完美 完美 很完美 刘嘉老师 您点评一下呗 说得真的蛮好的 你想 他分析到 这个人除了会端茶地水 溜血拍马 他还认为他应该有别的能力 这可能只是一种手段而已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 去跟别人叫板 还是认为自身有什么不足 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往上面走 我觉得可以 面试到现在 一盏灯都没灭 谢谢大家